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涵 歡迎再次收看 雛娘香Q秀 今天我們的來賓是香香 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香 雛娘好 首先我們香香要帶來的是一個 巴斯卡的這個 巴斯克 巴斯克 對 我們簡稱巴斯克 對 巴斯克的一個起司蛋糕 對 香香帶來的東西一定都是 又簡單又好吃 對 讓大家可以容易雪 容易上熟 然後在家裡就可以吃到美味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呢 這也是去年很夯的一個蛋糕 也是完全零廚藝 就是東西全部照著順序 拌勻 入烤箱 烤出來 冷藏就可以吃了 你講完 觀眾朋友大概把電視也關了 下次的話 把它的Recipe抄下來就好了 OK 裡面有很多小秘訣喔 OK 好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一樣就是奶油乳酪的部分 先拿出來回溫 我們提早一個小時拿出來 那呢 如果觀眾朋友呢 也可以用隔水加熱的方式 讓它軟化 方便的 像要不要一般我們書上寫說要打 打到它的那個 不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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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較變白啊 都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去打它 對 只要把它這樣子 拌一拌 攪一攪 和一和 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糖 趁有溫度的時候下去 其實呢 它有很多的做法 那我今天教大家的做法就是 懶人法 就是一鏡到底 那等一下我們稍微要把它離開 我們的水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蛋要下去的時候 溫度不能太高 鮮奶油 對 你看用一隻叉子就可以做了 好 所有的東西呢 我們順序下去不要急 一定要讓它乳化完成 對 雖然簡單其實也是有順序 對…有順序 然後一定要乳化完成 這個時候 我也是 我也看不下去了 它終於要換這個瓜 讓它乳化完成 好 接下來呢 是我們的蛋 鮮蛋黃 一顆蛋黃 稍微把它打 打 為什麼 一顆蛋黃跟一顆全蛋 一貨在一起加下去 有什麼不一樣嗎 蛋黃下去的話 我們先讓它的 蛋黃它會有乳脂 它的脂肪比較高 對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我們蛋黃下去的時候 整個的 那個 它的狀態又會不太一樣 對 變得比較有光澤 對 而且會比較濃稠一點 對 是不是很簡單 目前為止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然後呢 一點點的檸檬汁 喜歡香草味重一點的呢 就可以加一些 香草夾子 對 好 香草夾子 那我把低筋麵粉的部分呢 改成杏仁粉 對 那這個會比較 可以適合低碳飲食的人 他們現在很流行吃杏仁粉嘛 那因為低筋麵粉的話 它是小麥 對 小麥的話它的 對 有些人對膚質會過敏 對 對 那我們改成杏仁粉 這個最後一個步驟你可以過篩 也可以不過篩 其實我們的質地還滿細緻的 對 然後呢 準備一個烤模 那你可以用六吋的 用六吋的烤模就可以 那呢 記住哦 這一個烘焙子要去揉一揉它 去揉它 為什麼 烤出來才像我們的80克蛋糕 這是它的特色 就是要 像老太婆的皮膚那個皺著 對 它是皺著的 漂亮 可是它皺著是漂亮的 對 OK 好 然後它烤出來呢 它會 冷了以後會凹陷是正常的 因為它沒有麵粉做支撐 對 那你可以變化成很多口味 喜歡巧克力口味的 就裡面加個巧克力醬 那喜歡抹茶粉的 抹茶口味的 就加抹茶粉 那喜歡像現在是芒果的季節 我們可以切芒果丁 對 切芒果丁下去一起烘烤 那我今天呢 有做一個成品是巧克力口味的 對 那這個是原味的 OK 大概要烤多久 大概是五十分鐘 需要隔水嗎 不需要 不需要隔水 五十分鐘大概在180度上下烤 OK 對 這個是我昨天先 事先做好的巧克力口味 我想讓大家看看 不同口味的視覺效果 然後呢 其實巴斯克蛋糕 它烤出來 不管是哪一種口味 它的表面都是深色的 比較居多 不要以為它燒焦了 它不是燒焦也不是烤焦 OK 那呢 它冷掉會有點凹陷是正常的 那我們把它拿出來 真的長得實在不怎麼樣 對 不怎麼樣呢 我很醜 可是我很溫柔 那我們要接著時 好像火山 一樣要稍微烤一下 OK 多切幾塊 再把它烤一下 刀子夠熱 它再切就 火面就會很漂亮 然後呢 這是巧克力口味的乳霜醬 對 那我故意要讓它呢 有一點留下來的感覺 整形成功耶 整形成功 去做醫美補出來的 對 好可憐 這個真的是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擺盤 真的是很藝術 你看剛剛實在是長得 其貌不扬 現在這些東西都給它加上去之後 馬上變成貴婦版的 對 然後再加一個 手工的Kitty餅乾 是不是 有了這個Kitty又多了50塊 本來你這一個好像沒有人想吃 結果你現在擺了這一個之後 就開始大排長龍了對不對 對 其實我覺得真的擺盤還滿重要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真的是 這樣子整個質感 視覺效果就會起來 大家都要排隊 我來吃吃看 而且你現在吃的口味 所以我是用赤藻糖醋的 入口即化 對 然後因為巧克力醬 已經有甜度了 我把整個糖分又降低了 所以就是完全沒有罪惡感 對 我都會看到這些東西 在哪裏 我們真的是讓我來吃吃看 然後你一定會看 會不會 然後我全部都會練習 去吃看 然後你來吃看 然後你來吃看 三次 吃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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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